因为最近没有怪兽打了,光之国都发布了工资了,赛罗就开了一个小超市,自己当起了老板。 欢迎光临赛罗小超市,有什么需要的吗贝利亚? 赛罗我要买你的头标,你卖不卖? 什么贝老黑,你是受什么刺激了,疯了吗?我的头标不卖,我的超市是卖商品的,不是卖我的头标。 你就把你的头标卖给我吧,反正现在没有怪兽打了,你要那玩意儿没什么用了,我买来带到我的头上,肯定比你帅气。 行了行了贝老黑,你赶快走吧,再不走你信不信我用头标把你打翻。 大孝子杰德也来到了赛罗的超市,他在超市转悠了一圈,好像也没看到他想买的东西。 欢迎光临赛罗小超市,需要买什么吗杰德? 赛罗,我老爸贝利亚是不是来过这里,他是不是要买你的头标? 你怎么知道,你不会也要买我的头标吧,我告诉你不卖? 你误会了,我不买你的头标,你可以把你的变身器卖给我吗? 反正现在没有怪兽打了,这样我就可以变成你的各种形态,那我肯定比你更帅。 我是真的服了你们父子俩,真是宇宙大其他,我的变身器不卖,赶快走,不然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踢飞? 欢迎光临泽塔,真没想到你也会来光顾我的生意,我真是没看错你,你真是我的好徒弟。 师傅,你先别激动,那个啥,我想买一个东西,你看能不能卖给我。 好徒弟,这有啥的能不能卖的?你说,师傅我肯定卖给你,让你满意,我超市到现在还没开张,你来买东西,我当然很开心啊。 师傅,那我就说了,你能不能把你的脚卖给我,这样我就可以使用奥特飞踢了,以后我和黑暗炸鸡决斗,我就再也不怕他了,反正现在没有怪兽打,你就卖给我,我用的肯定比你好。 你快走,最好有多远走多远,不要逼我打你,快走。 不卖就不卖,干嘛发这么大火啊,这在兔子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,真是的。 天哪,我就想好好的开个超市,怎么就这么难了,怎么总是遇到这些奇葩,谁能来救救我。